OK,首先呢,先欢迎大家来到清征教育的免费公开课堂 我是今天的竹江老师马克 你们也可以叫我老马,对吧,无所谓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是来用Python来实现一个手写文字的一个识别 那这个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当中啊 你都接触过,比如说你们的聊天记录 比如说你们经常用QQ它会有一个拍照功能 拍完照之后,它会有一个实时识别照片上的一些文字内容 方便你去进行提取我们的一个文本内容 因为有一些东西你不可能是手打的 如果你手打的话,这个内容太多 尤其像有一些同学要去经常去做一些文档啊 做一些文件什么的 那如果你这个手打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速度上会有一些区别 对,并且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只有文件 但是你需要让它保存一个电子版 那也就是需要把它识别出来 对,那这个我们就说的文字识别 就是我们Python通过Python这个语言来实现的 通过Python这个语言来实现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课程当中会用到很多很多的第三方的工具 这些第三方的工具你也不用担心 对,不用担心 有任何第三方工具安装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去加这位老师的微信去解决 本节课的录播 圆满 包括课前的这个福利项目圆满内容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近期老师的微信来发给大家 免费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这个东西的啊 需要这些内容的 需要这些学习资料的同学 可以去先加一下诸位老师的微信 没有加过诸位老师微信的啊 这些东西没办法发给你 并且如果你在这些呃工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遇见了问题 你也没有人问对 你只能自己去动手解决 那我们接下来所使用的换环境还是老的一个环境啊 统一是一个python3.6的一个python截止器以及一个pychart的一个编辑器 那这两个环境对这两个环境我建议大家必须版本要和我保持一致 那pychart你愿意用可以用不愿意用你可以用选择其他的你熟练的 比如说sublam对或者说你的这个呃vscode等等等等 那这个工具无所谓啊 但我尽量我今天用的还是大家比较喜欢的pychart啊好吧 哎拍下 ok那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课程内容啊 首先我把前面的这个啊课列课前的一个案例圆满 如果有需要的还是加我们诸位老师的微信去领取就行了 啊而我们今天做免说要讲的就是先来实现一个所谓的文字识别 哎文字识别当然这个文字识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说简单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文字识别属于什么领域的哎文字识别属于什么领域 pathon有很多很多的发展方向 我们经常听过外课的同学都知道哎 pathon能够做的事情有很多外边开发 爬虫数据分析对人工智能 而我们所谓的这个文字识别其实是属于人工智能的一个方向的 但有一点老师我没学过人工智能 我也听别人说人工智能入门门槛特别高 那也没有关系 即使你不懂或说你没有学过人工智能 你只要掌握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pathon爬虫 你也可以去通过调用人家这种人工智能平台的接口 来实现人工智能的一些功能哎实现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哎实现一些相关应用 只要去调用接口就行对哎调用接口就行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本来打算啊是要给大家去讲那个什么呢哎算法模型的但我感觉 没学过这个算法模型的给我刷个一学过的扣个六好吧哎扣个六我们看一下大家学的情况 因为这个算法对于大家来说啊 对对大家来说还是比较难的 如果有之前听过我们的讲这个听过我们的vap课程数据分析课程的话那应该这个还可以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简单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用了自带的sclam的工具来进行识别 或者说来用我们的svm算法就是我们说在支持相机算法来进行识别我们的手写数字 哎因为首先啊这个案例并不难 因为数字的话它就是0到9对数字0到9 并不是手写汉字啊手写汉字的话汉字还多数字还可以 那我们可以通过创建一个这样的svm的一个分类器来识别我每张图片 它分类后的一个效果 就说你的这个数字到底是几 我们现在可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哎这个代码它会先打印出来我们的这个图片 这是手写的数字9 当我把这个图片放大之后 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小方格 对一个一个的小方格 这是我们说的放大后的一个图像 哎几乘几的一个图像 然后在这个图像当中 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图像当中的这个每一个像素点 就可以当成是一个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来进行分类 哎判断一下当前这个图像当中这个数字到底是数字几 那最后会有一个预测结果 对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前20个预测的结果 前20个和我真实的结果进行对比 这20个结果 我猜它是2 哎真实数字也是2 那也就说前20个我预测的时候 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100%的一个正确率 哎一一对应的 我猜它是8 它真实情况下也是8 对不对 后面还会有一个混淆矩阵 那不了解混淆矩阵的这个同学也没有必要去就说担心这个东西听不懂怎么样 没有关系啊 因为这个东西不算是你们领基础学员能够接触的 对哎 这个混淆矩阵如果有有做这个机器学习的同学应该了解这个混淆矩阵的 它是能够反映我们所谓的模型生成的这个什么哎 模型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准确率的 那这是我们说的手写数字的试验 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同学并不会掌握这些算法 没有掌握这些算法你就没办法自己去创建模型 那怎么办 如果想要直线类似的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选择通过第三方的接口 也就是我们平台各大人工智能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接口 那出名的有很多 比如说你了解过的矿市 矿市这家公司呢 我推荐大家用这一家公司的API接口做所谓的人脸识别 因为这一框面啊 这个公司还是在国内是比较知名的 早前的之前的支付宝刷脸对 扫码刷脸都是这个平台 或者说这个公司给他提供的支持和服务 当然现在他自己已经研发出来了 对不对 那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呃 其他的一些文本内容的处理啊 还有一些其他人工智能的一些方向啊 等等等等都可以去找到他对用的平台 而我们今天所选的平台是我们的 通讯哎 或者说不同意的不是通讯啊 选用百度吧 哎不要用同学啊用百度百度的话这里需要我登录啊我登录一下 哇 但是注意每个同学自己可以去创建一个没有必要和我保持一致 能理解吗哎没有必要和我保持一致 没有必要用我的啊之前有些同学就选择用我的然后呢 哎密码不对了15 ok 登上去了啊 登上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当前的用户名和运用密码这个你只需要注册注册一下就行注册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应用这个应用是可以关于什么的对 你可以关于比如说你随便取一个用名称你选择的接口有哪些功能什么通用文字识别车辆合格证识别一气一表盘图数识别等等等等这些功能你都可以选择对包括你所谓的人力识别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内容审核对等等这些功能你都可以选择当然有一些功能它是有免费的次数 有一些是有付费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所选择的这个是所谓的手写汉字手写文字的识别而这个功能是需要大家什么哎 付费的付费的当然每个账号它每天是有一个50次的一个免费调用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使用这个啊所以使用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点击当前这个哎点击一下啊它会有一个选择通用的文字识别就是我们说来的你的这个汉字你在页面当中提取的这种电脑上打的这个字当然还有一种文字是我们手写的哎手写的那我们手写的这个汉字它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叫做手写文字识别这样一个功能来实现那它是付费的5050次一天免费的哎50次一天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调用这个接口来实现这样一个手写文字的识别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敲代码首先在这里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吧新建一个平原件就取名叫做它可以通过我们啊把我们的这个叫做image就是我们的图像给里边的文字给提取出来那我们就是str imagestr这是我们的文件名称 然后在当前文件名称里边我们需要用到的功能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借助百度的一个哎借助百度的一个API接口那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直接调用的你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对你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工具那这个地方的工具导入方式是从 API 哎导入我们的一个相对应的接口 哎相对应的一个接口有点老师我当前是导入成功了但是有些同学是会有波浪线红色的波浪线 提示那证明对那证明什么证明你当前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工具这个第三方的工具全名叫做百度 杠 AIP不是API啊不是API是AIP 孙女的名称一道打对就通过PIPM令就可以安装手下来安装好之后我就可以来调用你的 百度的这种给我们提供的这种接口 当然你可以去自己去查看光泛文档技术文档去看一下他给你开放的这个接口有哪些 然后注意我们要用这个接口人家也有限制不能说随便一个人都能够用我这项服务 我这项服务是开放给我的用户的哎每个用户他的权限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付费的有人是免费的免费的他有次数要求 哎付费的人家可能有钱那我可以扣他的钱对我可以扣他钱所以这里就必须要去导入一个 config叫做我们说的用户的一个设置来识别你的身份 对而这个身份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在我们的浏览器当中看到的每个应用 他都会有一个api app的一个id app的一个key api的一个key对sxkey skey和我们的这个器官的内容 而这个内容我这里就不用我就不用大家的啊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去创建 我就不用我的了啊不用不让大家用我的了之前我选择让大家用我的 很多同学 拿过去我的这个东西啊拿过我的东西就call使就用使就用付费的啊我今天我一上去我看 欠费了 欠费了啊有些同学 本来讲个公开课啊大家免费来听对不对我没想到啊大家调用我的这个接口用我的用户用了 很多次 把我的这个用户给你用欠费了我今天又充了充钱啊就充了充钱好吧 所以这个config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看了我就放到我的这个p1件里边 在这个文件里边我们可以选择从我们的工具里面去导入一下 哎导入一下然后我来进行调用好吧来进行调用 那我们可以通过对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config 哎导入方式注意呀首先这不是个包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方式把它给转变为一个包那就是添加我们所谓的init 哎 这个p1文件 添加完这个p1件那问一下大家当前这个文件夹他变成了一个什么 没有必要吧啊没有必要啊你截个图干啥非得用我的呀你自己用你的不行吗 你这太太过分了啊有点过分了 没有必要把我的这个东西搞欠费啊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以后都把这个东西我给他关掉了好吧我给他关掉了 你用你自己的就行你创建一个注册一个就行了对注册一个就行了哎非得把我的东西给我搞欠费让我自己再掏点钱是吧 心理不平衡还是怎么的 怎么关掉我后后面我会关掉的我会把这个应用给删除掉删除掉之后你就没办法用了 有人经常用你的 所以这种东西呀就 我们讲课就讲原理我们不给大家讲些这些啊就不让大家用这种我的了好吧自己去创建就行了好吧自己创建就行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我的当前的刚才我们说的从我们不要在这个文件里面在我们的当前这个文件夹里面 可以通过一点哎看费来进行导入我们的这个变量就是我们说的用户配置看费个哎导入进来之后我就有已经有了 然后我想调用你的这个API接口我需要上里面去传餐 传的参数就是我们的看费 这个传进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一个 clean 哎 够端 そ本来我就有了一个权限有了调用你的API接口的权限 有了权限之后我们可以首先来写一下 第一点 我们所谓的文字内容是放在哪里的 我们可以选择放到图片里面对不对我们的文字是放在图片里面呢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函数来读取图片内容 为什么要加两个星号 为什么要加两个星号 这是人家官方文档里面有要求你的参数说明我的传餐内容 哎我的传餐内容 这个说明你函数学的还不到位啊函数学的不到位 你想想你接触过不定常参数有哪个 不定常参数想想有哪种 对不定常参数啊有点老是啥也不定常参数不知道 基础学的太差啊 基础学的太差了 好吧 然后呢 我们这里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写一个函数来获取我们的图像 诶那我们可以定一个函数叫做get fuel 下滑线 content 获取我们说的图片上的内容 但这个图片文件啊 content 箱里面传入一个费用参数也就是我们说的图片内容 啊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用为走盘来进行打开张前的这张图片 哎打开这张图片之后 对呀 读取 rb 读取二进制图片啊 读请读取图片 我们用rb 这种方式来打开 f 然后f点 对 哎这个有没有不懂的 这个有没有不懂的 没有吧 我们就是打开一个文件 对打开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return来返回你图片 读取出来的内容 读取出来的内容 rb啥日本啊 rb代表是二进制读取 b代表是字节 r代表是锐的读吗 二进制读取啊 二进制读取 非得要往这个 日本方向扯 我也是服了啊 你要非要往这个日本方向去想 我我没没有办法 我是没有办法的好吧 你的思想我是没法决定的 对不对 你戴着黄色的眼镜 你看任何事物都是黄色的 对马克老四的眼镜是 纯洁的啊是纯洁的好吧 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 当你把图线读取去呢 有啥用 对读取出来的内容 并且是我们看不懂的 对你锐的一读 你打印一下 你可以发现 全部是一些二进制的内容 十六进制的 我们不懂 不懂的话怎么办 哎 不没有关系 你不懂 但是机器懂啊 我们需要像我们的这个API接口一样 API接口 他就需要你传进去一个图像 你点击打开 他会有什么图像识别 这是我们说的图像识别的这个大类 大类里面他还会有一些方法 哎一方法 比如说通用文字识别 他也是属于图片处文识别的图现识别的 还有一些像我们说的精确版 对不对 含生批字版 还有一些位置信息版 还有什么版本 网络图片文字识别 还有一些 身份证识别 银行卡识别 驾驶识识别 什么行驶识识别 车牌识别 对你们经常有有车的同学经常去停车场 对 你想想你进停车场 他是不是自动 扫码的 识别你的车牌的 识别了 然后就给你把这个挡板给你升起来 你就可以进去 出去的时候他让你掏钱 在掏钱 你你停了多长时间他让你掏钱 有一个文字 这个车牌识别 火车票识别 车票识别 表格文字识别 对等等各种函数对应的每一个功能都不一样 而我们只需要用到里面的其中一种就行 而你用的时候是必须要向里面去传餐的 所以第二步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 图片 里的文字 识别出来 而这个识别功能我们不再用如果你会如果你会机器学习你可以自己去写模型 自己去训练 然后自己去识别 自己识别 但是你不会没办法只能用人家会的就是人家给你写好的 你知道怎么用就行了 你知道怎么用就行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功能 就是我们说的 可以把我们的 img 图片 里面的文字给我提取出来 能力吗 把里面的文字给我提出来 那同样我要传进去的就是我们的 img pass 对 这里传进去的 img pass 必须得 是我们说的文件路径对 文件路径 然后我们可以调用上面的方法 通过我们刚才的 git fio content 把我们的img pass 就是我们的图片路径 传进 传进去 那你得到的返回值就是我们说的文件内容 图片文件内容 而得到的这个内容 我们称之为叫做img 用一个img 别人来接收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clean 这个类 这个类里面的实力化这个对象 实力对象里面调用里面的方法 你看这些方法 每个方法都对应原码里面的内容 都对我们刚才在这里面看到的每一个函数 每个函数的介绍都有 俗事 什么文字识别 身份证识别 你想要用哪种功能 你就调用哪个函数就行 调用哪个函数就行 而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一种文字识别 对重点讲的是一个文字识别 苏美可以调用个最基础的文字识别 最最基础的一个文字识别功能 通用文字识别功能 然后把我们的img传进去就行 对传进去就行 传进去之后它会有返回值 注意这里面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呢 大家想象当中的学爬虫的同学 对这有点像什么 注意呀这个有点像发送了一个请求 我把我的图片数据发送了一个请求 请求后 哎返回我的数据结果 哎返回我最后的数据结果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调用这个接口 把我图片当中的文字给我识别出来 识别后的结果内容 我们用re result 这个变量来进行接收 然后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这个result 好吧哎 盗用他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调用这个函数啊 先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那需要往里面去传入一张图像 并且这个图像当中必须得有文字 对必须得有文字 那我们就结一下大家的公平好吧 大家公平上是有字的对不对 我用这个截图工具 把大家的这个 刚才打签造的这两个同学 是吧 刚才敲签到的两个同学 我给你放到桌面上 OK 把它重命名一下 重命名一下 取名为叫做demo 测试的png图片 把这张图片我给他放到刚前路径 OK 现在这里有一个demo点png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两个同学看到没 这个叫做媒体192 陈卓旋 对吧 应该没见错 后面还有一个同学叫做 月明对 一月明三个同学 哎两个同学两个同学这个他 数都不是的 哎把这两个图片 把这个图片我直接写上 demo 点png OK 他会有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不是返回值 他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月道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运行 看一下能不能打印出来 他给我来了个报错 这样他给我来了个报错 这个报错很明显 哪里的原因 我说哪里的问题 哪里的原因 哪里的问题 导入方式 这里啊看一下 我们的导入方式对不对 哎 我们这里的导入方式对不对 大家有一些同学还没接触过啊 你看老师怎么导你也怎么导 但是实际上自己要掌握一个导入方式啊 我们说如果是一个包的话 我们可以从一个包里面去导入指定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到底对不对 我问一下这种导入方法 这不是一个音译他吗 这不是音译他吗 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包吗 刚才有些同学说我们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包了呀 对你如果啊怀疑我们就可以赶一下 比如说实际上我们这里是汉字对不对 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汉字导入 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 但是你要知道是可以的 比如说文件名称 哎文件夹的名称叫做实现 哎和文字识别我们可以这么导吗 哎可以不可以这么导 可以吧 对不对 哎可以这么导吗 可以吧 来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哎他还是得来个包错 因为当前我们导入的这是一个什么文件啊 对这是个文件啊 我们要导入是里边的一个变量 这样写 我问你俩怎么写才对 怎么写才对 怎么导入啊 首先我这里边有一个config.p1元件 p1元件里边有一个config的变量 我想要把里边的那个变量取出来怎么办 有没有会的 大家基础应该没有想象的能那么差吧 很多同学天听公开课的时候感觉自己都都会了呀 我感觉自己都会了感觉 怎么导啊 没有同学说一下 点 config impulse config 这样吗 运行 嗯 不要点 不要点你看这红色波浪线啊 咱们不要点啊 咱们不要点啊肯定要点啊 嗯 点 有个团队是这样写的 这样 注意看啊我现在把当前这个项目给他关了 然后再打开 咱们看一下他是不是没有加载出来我们一再运行一遍 还是这个暴走 哎这个暴走 然后config.config 这个 你这点 这样 哼哼 还没有没有还没有没有同学 说一下答案的说一下自己的想法的 搞不懂啊 基础差啊基础差 原来说老师我导入一个心把它全部导入进来 啊这里多了个银号啊多了个银号 还是没有啊 还是有问题啊 哈哈哈 把这个我先给他有点删掉我们先删掉了吧 先删掉 删掉之后 不是个包我们不用的包好吧 我们不用包 我先把这个问题啊对这个问题我先给大家遗留过来啊 先把它遗留我先把这段内容给他靠北我们不耽误下面的课程内容有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是吧等到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这是我们的config我们把这个编量直接拿过来 这个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对啊你放到这里边是没有问题的 有的老师那你直接放到这里就行了吗 你为啥还在放到平安元件里面啊 我们学编程啊 你不是说你的所有程序都放在一个文件里面的 你要掌握多个文件的编程 你有的是有的包之间的模块之间的调用 你有可能以后写的程序并不是一个p1文件 能够理解吗 所以你如果这个都不会就是你导包都不会啊 这个问题大了 所以这个问题大了我们先把它放到最后来讲好吧 留到最后的同学听一下没不在意也得算好吧 现在把这个变量导入进来直接在这里定义啊是可以执行调用的反应结果也输出了对 两个同学第1个同学 第2个同学他们分别都签了个道 分别都签了个道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文字的识别功能我们可以调用这个接口来进行实现 我们可以通过调用这个接口来进行实现 能够理解吗 我可以调用这个接口来实现 那当然我们还有什么所谓的手写的识别 所谓的手写字体的内容识别 那这个我当前是没有拍照的啊所以我没有没有这个图片 如果有手写的图片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换一种函数 他可以来识别你手写的汉字 单手写的汉字也讲究你写的好不好 你写的这种草书 对你写这种什么狂草书法 就识别不了啊 他是没办法识别的 哎没办法识别的 然后啊对然后 我们说 这就是正常的 对这就是正常的 这就是正常的 啥这是为啥呀 这是人家的ap借口 这就好比说我开放了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我可以给你用 对不对 你把你的想要识别的图片给我 我把最后的结果发给你就行了 对发给你就行了 但中间我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识别的 这是我的核心内容 我和我的核心技术 我没办法给发布给你 我没办法开源给你 但是实际上这项技术呢 在呃现在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就是他相关的技术 都是我们说的机器学习算法来实现的 你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给他介绍的 这种svm 算法或者说kna算法 来自己来创建一个这样的识别 手写汉字手写数字的识别 当然这需要你去懂这个机器学习 并且需要大量的数据 作为依托来训练你的这个模型 因为每个字每个人写的字体的这个格式都不一样 对你的字和他的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说我只能识别我的字 我还要识别他的字 这个就需要你去什么训练了 把这就需要训练了 如果你不训练这个模型性能是不太好的 而当前这个是人家已经训练好的 哎人家已经训练好的 因为他能够直接识别出来 并且因为我在这个截图的时候发的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它本身就是什么 本身就是我们说的 电脑上的字体 它是比较规范那种字体 他不是你手写的 所以他识别的话成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成功率比较大的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想要识别一张图片 我想要识别一张图片 每一次识别 我都要向你别人改这个什么 参数 改这个识参 比如说现在识别一张图片 我要传进去代某皮外运件 在png 那代某一代某二代某三代某四 那我要拍很多张图片 尊别给他进行传递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干什么 不听课的可以离开这个课堂 没有必要在课堂发乱七八糟的 没有和课程不相关的内容好吧 你如果不想听可以直接退出去 没有必要在公平发一些乱七八糟的 我都看不懂 你发的这些什么意思 对不对 有问题就问 对又不懂得可以 对 好好听课啊 这是个课堂 不是你们玩的地方 你们玩的地方可以看一些主播的 你会看主播就可以 对 没有强迫大家来听这个东西啊 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 对这个就是什么的识别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实现的是我可以通过手机来拍照 因为大家的电脑上都是有摄像头的 如果不是笔记本的话是有摄像头的 但是如果你是台式电脑是没有摄像头的 就好比说我现在讲课 如果用的是笔记本的话我可以调用我的笔记本上的摄像头 但我现在没有 所以我只能通过我的手机和我的电脑做一个链接 让我的手机摄像头为我的电脑所用 就是让我的程序来控制我手机上的摄像头 来控制我的手机摄像头 那这个功能 我们要再新建一个平板件 这个平板件我们可以取名叫做Demo 刚才已经新建好了 我就用这个Demo 点P1 在这里我可以来实现所谓的 手机 通过我们的程序来调动我们的手机的 手机的什么 调动我手机的摄像头 调动手机的摄像头 这里就必须要用到一个第三方库 叫做OpenCV 也就是我们的CVR import一个CVR 导入完成之后 注意我在这里写上一个if 或者写上一个程序的主入口 ifman ifname等一个man 为什么要写这个不懂的 自己再去了解一下基础内容 入口 程序的入口就从这里开始读 程序的入口 现在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呢 我们可以通过CVR 来创建一个新的windows窗口 窗口 这个窗口的名字 自己可以取 我们比如说就叫camera 相机 好吧 相机 然后后面写上个1 注意写上个1 这代表我要创建一个显示我的摄像头的一个窗口 创建一个窗口 并且设置为1 1的话 这个窗口 它是没办法改变大小的 能够理解吗 因为我们的这种窗口 像拍掐 它也是一个窗口 对 也是一个这样的窗口界面 这个界面是可以拉伸的对不对 可以移动大小的 但我们不希望我的这个窗口能够变大变小 我就给大家写个1固定 固定它的大小 然后 就要调用我们的摄像头了 而这个摄像头 你如果是笔记本 注意如果你是笔记本 你是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cvr 点 一个 video 他不是对他出 然后呢写上一个参 传入一个参数1 哎传入一个不是传入一个参数0 这代表是调用你的笔记本的内置的摄像头 如果你是笔记本的话 你通过这行代码就可以来调用你的笔记本的摄像头 但我台式电脑 但我是台式电脑 很多同学可能也是台式电脑 没有摄像头 没有买这个东西 对 没有这个东西啊 所以呢 他就我们就需要通过我们 我们的手机摄像头 对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 这里呢我们就介绍一个远见叫做ip摄像头 这是一个app 大家可以在 应用商店 或者说百度去下载这个app 这是手机上的一个app 你手机上如果有这款app 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连接 通过的程序来驱动我手机上的 哎通过这个程序来驱动我手机上的摄像头 等于 对一个链接 对这个链接 有点老师这个链接 是一样的吗 必须保证你是在局域网作用下 局域网 a.min a.min 是你的招呼名和密码 默认的 后面是你的什么ip吗 但这个ip是我们在局域网下的ip啊 不一样 你的你的可能和我的不一样 所以你照着敲没有用 你要看一下你实时的ip地址 那在这里呢我要去给大家去投下我的手机屏幕来看一下他怎么来获取好吧 打开我这里有一个虫洞把打开我的虫洞 ok 能够看到这个手机屏幕的同学给我刷个鲜花了吧能够看到手机屏幕的同学给我刷个鲜花 这就是我当前的手机屏幕 里面有个app叫做ip摄像头我们选择打开 打开之后这里会有一个打开ip摄像头服务器 你选择打开之后这里会有你的链接 你的网址看到没这个网址就是和我的网址要保持一致 对一模一样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默认的a.min 所以你不用动他 后面这个v就是启用我们的摄像头 当然这个摄像头有前置摄像头有后置摄像头你可以进行切换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给他去切换这个了 对那当前就可以调用这个对调用这个我先把它给缩下去 先给他说下去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启动他了 对启动他 对你启动他或者说你现在运行这个程序啊对你现在运行这个程序来看一下 他会弹一个窗口然后立马就给结束掉 这个和我们之前讲过的tkinner是一样的 你创建一个窗口 你程序一结束 那这个窗口也就随之消失了 这个代码运行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窗口闪过的一个效果 但是没有停留 对没有停留 所以 我们需要怎么进行一个死循环 对死循环 把我们图像当中的内容进行 保存对后边就是挂起这个窗口让这个窗口一直保持在状态 等我们需要关闭的时候再关闭这个窗口 等我们需要关闭的时候再去关闭这个窗口 那这里写上一个 v o 处 等于一个 这是我们的死循环 对永远是处吗 永远是在循环过程当中 那这个当前这个摄像头 他里边的内容 我们用red来读取 读取出来他会有两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代表是我们成功读取的一个变量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image图像 因为你的摄像头读取出来是一帧一帧的 一帧一帧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成是一帧一帧的图像内容 一帧一帧的图像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cdr点im 秀函数来把我们的图像展示在我们这个窗口当中 注意我们的窗口名称叫做 看不着 窗口名称 把我们的image图像一帧一帧的图像都显示在这个窗口上 都显示在这个窗口上 当然你这个窗口要设置按键处理 就是我按照什么键 他就可以关闭掉 按照什么键他就可以关闭掉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上按键处理 按键处理 首先cdr点 wet key 写上个10 那当前的key 就是我们说的按键处理 他等待了一个操作 如果你的这个key if 你的key 等于 等等于27 这代表什么意思 27代表什么意思 老师 啥是27 注意 在这里的key 等于27 指的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 大家并不不声 退出按键 你现在你键盘上左上角那个按键 他叫啥 退出吗 就这个按键 他就等于 只要你按一下这个按键 那这个key 那这个key就等于27 就相当于这个判断条件就成立了 成立的话 我们当前这个程序 就可以直接给中断 我就说我的这个循环就可以通过这个什么 break break 退出 中断到整个循环 中断到这个整个循环 你要知道我们结束一个循环的语句 有continue和break这两个语句 区别也很明显 区别也很明显 那如果我的按键 就是我的key 等于一个32 所以32对应的是哪个按键 对应的是我们的空格按键 哎空格按键 对空格按键 经常用py 就是经常用这个py game 去写这个游戏的时候 有些游戏需要用键盘操作 上下左右对不对 你想想他都是怎么这个key等于啥 你就想想就能清楚了 对想想就清楚了 那这个等于 空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保存我们拍到的这张图像 所以你打开摄像头 你按一下拍照键 那我们现在是用空格来进行拍照 来进行拍照 那我们就可以写上首先 保存的图片名称就是feo name 就取名叫做 s 点 gpg的图像这是他的图片名称 那我们可以通过cvr 点一个im 表写入 把我们的图片内容写入进去 哎你的窗口当中的图片内容写到这个文件里边 哎把你的emage图片写进去 写完之后我们就没有了 对这就差不多了 完了之后呢 注意你的这个程序 或者说你的一个摄像头 结束的时候要进行释放掉我们的摄像头 就把你的摄像头给释放掉 释放 摄像头 把摄像头给释放那直接通过这个 他不出 点 释放函数 给他释放掉 并且你的窗口还在 那我需要把窗口进行关闭 来关闭窗口 那同样也是cvr 点 des 这里有一个关闭窗口的一个函数 des des 就这个 关闭掉就行 而你的窗口关闭哪个窗口 有可能会有很多个窗口 所以你要把这个窗口的名称 也放到这里 我要关闭的是哪个窗口 这也是一个名字 名字 就这个名字的窗口 哎命名为这个camera的一个窗口 ok 整个程序就写完了 现在我们再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对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那我们打开运行 你首先 哎 报错了啊 这里有个报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错原因 好吧 这个报错原因 他说 我当前的openc在读取的时候 这个image show这行代码 他有个问题 我来看一下这行代码 哎 再看一下这行代码 哪里有问题啊 你可以全部关闭掉啊 傲的话是把所有的cvr的窗口全部给关闭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窗口 我就把这个名字命名为他的名字的窗口给关闭掉就行 能够理解吧 把这个窗口名字给关闭掉些 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这行代码在运行的时候这行代码出现了个报错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报错 首先你的 程序啊 所以首先你的这个程序 这是你的 窗口名称 这是我的image 这是我的image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首先来调用一下 还是一个报错 还是一个报错 哪里哪里的原因啊 哪里的原因 什么同学都发现问题在哪 对 对 图没有进去 为什么图没有进去 看这里 我们说零代表是打开你笔记本的内置摄像头 现在我是台式电脑 我没有什么 没有台这个内置摄像头 对 那我只能通过这个ip摄像头 这个app来打开我的手机摄像头 所以这里传进去的不再是零 而是我们的video 哎这里有一个坑啊 如果自己敲的时候 没理解原理 你自己盲目的敲你最后运行不了 现在我们在运行这单单吗 啊 窗口出来了 窗口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拍的我的键盘 哎我可以把它给他投影一下 这是我们的电脑屏幕 哎能够看到这个屏幕的同学可以刷一个鲜花啊 这个稍微有点卡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是 呃什么说呢 呃 看一下这个啊这里有一个窗口 哎有点卡有点卡我在先等待一下 对这是我的 实时的这是窗口当中显示的他会有一定的延迟这很正常 对这个很正常 能理解吗 这个很正常的啊现在可以看到 不行我得给关闭的先给他关闭的啊 先给他关闭的程序先报错报错没有问题因为我现在这个程序有点卡 这个他实时显示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他能够显示出来我摄像头的画面 当然这和你的网络有关系因为我现在是无线网有局网无线网 wifi网 所以他会有一定延迟但如果你是自己去实现的话你会发现一点也不卡 一点也不卡 这和我的网络有关系啊 和我的这个 我说的后用 wifi有关系 哎后用 wifi有关系 好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通过我们的 程序来调用我们手机的摄像头这样一个功能哎这行代码 注意这些代码并不难只是一个open cv 工具的一个使用 好吧 啊恭喜啊这里我们先来恭喜一下我们的这个 恭喜一下我们的 赖同学 对恭喜一下我们的赖同学通过花贝 支付了学费 2180元报名了我们的爬升课程 并且获得了价值 360元的一个基础入门课程 如果想要了解我们python的系统学一班的同学 可以去添加一下我们清风老师的微信号 我把清风老师的微信二维码给大家放到屏幕当中 你可以去扫一扫他的二维码 添加他的微信来咨询我们的vip课程 来咨询我们的vip课程 好吧 我把我们的课程大纲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课程大纲上的内容呢非常的全面 包含了我们的基础内容阶段 高级开发阶段 还有我们的爬充课程内容 还有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 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算法 svm kn算法 这些算法都到数据分析后面会讲一些相关的算法 相关的算法 还有我们的全站开发 搭建网站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全套的vip课程内容 分为了四个阶段 当然大家也可以像这位同学一样可以 对自己感兴趣的阶段 可以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 去进行了解 进行了解 好吧 这是我们的系统学习班 在今天报名同学也可以 享受一下这个学习的优惠优惠礼包 这个优惠礼包 具体的内容 具体的这个优惠 对 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清风老师 好吧 咨询我们的清风老师 清风老师在 二维码在我们的左上角大家可以去加一加 然后这个科生大纲原图也可以找清风老师要 好吧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内容啊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功能 调用摄像头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转换 图片当中的汉字 内容 识别汉字的一个内容 现在我想要把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联系 怎么联系 怎么联系 对还可以花呗报名啊 你可以花呗 办理一个 分期免息 来进行学习啊 你可以花呗付款 也可以进行花呗的分期付款 那你如果有想了解的同学可以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 能够理解吗 对 今天报名的同学是可以享受一个分期免息的一个 学费优惠的 你如果在花呗上 在白条 在京东白条上付款办理分期 那这个分期 每个月所产生的利息 你不用去承担 我们公司帮大家承担这部分利息 那你每个月学习的 呃 就说每个月承担的这个钱 就不用再去掏利息钱了 每个月就几百块钱 好吧 你就可以学习这个课程内容了 对 分期是不需要利息的 分期是不要利息的 但是这个是有名额限制的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 对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有学费有压力同学 你可以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 尽早去咨询 那你有个老师我现在不着急 那你过一段时间这个 没有这个名额 对我们不能说每位同学我都给你来个分期免息 这个钱是我们帮大家承担的 并不是花呗或者白条帮大家承担的 所以 这个名额是有限制的 如果有需要这个分期免息名额的同学 可以自己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 好吧 这个课程大纲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 所以这个课程大纲 有需要的同学 可以自己去扫这个清风老师的微信 添加这个清风老师的微信 去咨询了解 因为这个课的内容太多 没办法把这个内容全部发给你 现在在公屏上也没办法发这个图 这个图很大 而内容也非常全面 所以有需要这个图的 自己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 就可以了 好吧 OK 我接着往下讲 接着往下讲 现在这两个程序分别实现的功能 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来充困调用我们的手机上的摄像头 来实现所谓的一个什么 拍照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文字识别 它可以识别我们图像当中的文字内容 那我现在需要把它两者进行一个结合 所以进行个结合 什么意思呢 我需要在我的这个DEMO文件里面 在我的DEMO圈文件里面 来调用我的什么 刚才说的这个功能 识别我们的汉字 因为你当前的这个什么 feel name feel name 他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图片 那我可以把这个图片上的内容进行文字识别 当然我没有给他展示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说你再运行一遍啊 他能够进行一个拍照的 我先把它给关闭的 我打开我的摄像头 打开 哎 到你的指向你的鼠标指向这个窗口 指向你的窗口 你点一下 按一下空格 对按一下空格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拍好照了 能理解吗 他就给你拍完照了 拍完照之后他命名为 france gpg gpg的一个图像 但是这个有点卡是因为我开了这个什么 投屏我把这个投屏人家给关掉 把投屏人家给关掉 现在我把程序给终止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看到这个图片没 这个图片就是我刚拍的 对 8点59分39秒的时候拍的 这个图片我就刚拍的 但是这个图片上面没有什么汉字 也不清晰 所以他识别的话识别效率不是特别准 那但是如果真的想去识别这个图片上的内容的话 对 对我们真的想要去识别这个图片上的内容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调用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功能 这个p文件的功能 他里面的函数 哎他里面的函数 那怎么来调用呢 哎 对怎么调用 又回到最原本的这个问题了 我想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在这个demo p文件 里面 调用一个叫做img 是脆这个文件怎么调用 怎么调用 想想应该怎么调用啊 导入方式啊还是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了怎么导入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基础差啊基础太差了对呀基础太差了如果你这样一个基础 pison 学习起来对于你来说特别特别的难特别特别吃力好吧 便利 没有必要吧这个还用便利呢吗 不用洗这个导入方式你经常看老师导入from import呀这些你还不会 我们刚才说了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包 我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包 这个是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包了 变成包之后可以不可以从我当前的文件夹里面 实现 文字识别里面去把我们刚才这个模块导入进来 这样导对不对 首先啊这样导可以但尽量我们不要命名为件夹的时候包的名字尽量是英文不要有汉字 对尽量不要可以 但是虽然这个代码呃汉字它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导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导入是没有问题的能够理解吗 但是现实当中我们不这么去写 对不这么写 尽量包的名字要用英文 英文 好吧 那现在我在这里 在写入之后对在写之后我就可以调用你当前模块里边的函数 哪个函数来着 哎 向里面就传入我的feeling 传进去之后会有返回值那我用s来接收这个返回值或者用r都行 然后打印 对来打印这个s也就是打印你的这个识别后的汉字内容 打印出来 被打印出来 现在我再重新运行一下这段代码对重新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哎运行一下代码这里我正好有一个我们的vap课程的一个vap课程的一个培训合同 我给大家去拍一下这个照片好吧拍下这个照片运行一下 哎 当然我这个手机好像没开啊 等一下 我再重新打开我的这个ip摄像头才行 ok 能够看到这个内容吗但是这个内容我需要对焦啊可能有点不清晰 他稍微有点卡 稍微有点卡 有点模糊很正常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对焦等我对焦正确啊 好吧 拍个照 恩高空格 空格完了之后后面就会应该有输出结果的 湖南 培训合同 乙方 微信QQ 身份证 对 全套的高薪就业班 甲方因为乙方这都是我们的合同上的内容 看到没 哎 这就是我识别出来的 识别出来的 当然你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摄像头还在运作 你每拍一张照片他都能够给你打印一下 对你拍一下换一下他就能再给你拍一张 你再控格 他又给你识别出来 对你再控格他就能给你识别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用我去一个一个的去拍照了 我可以去拍完然后识别拍完去识别拍完就识别 这个合同当然我只拿了一页 只拿了一页只给你来一个范例 对不对 范例不是真实的 这个如果有需要了解系统学班的同学 你可以找我们的清风老师去咨询这个具体的合同细节 那里面内容我就不给你全拍了好吧 不给你全拍了 因为这个东东西不适合 给大家去看啊 你真的想要了解这个系统学班的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有这个合同 培训合同 你所需要用到的或说你我们承诺给到大家的这个服务 给到大家的 呃活动 还有一些 相关的一些为大家做一些 呃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或者其他什么样的功能 承诺给到大家的内容 大家都可以在可合同上找到 对不对都可以在合同上找到这个就具备法律效应对 具备法律效应了 之前有个同学 这样给我说的啊这样给我说的老师 我想要加入到你们系统学班 但我不想掏钱 对不对你们能不能先教我等我学会之后 我再把我的这个每个月的工资给到给到你们 对不对 之前就有个这样的同学啊 之前有个这样同学我真的很好奇 我我想要这样做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对可以但是你敢给我签个合同了 对你敢给我签个合同了 对我们给大家内容或者我们来交给大家知识的时候 大家加入到我们的vap训统学班的时候啊是有这个合同来限制的 对你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根据合同对不对 来索赔或者说来进行退款 来进行退款 这种人啊这种人我都不提了好吧不提了这个想法太搞笑了对不对太搞笑了啊哪有这种啥也不要对啥也不掏钱我就啥东西都给你的对不对你租金都没有我就让你免费住房子有这种好事没 对不对 租金你都没给啊房租都没给我让你免费住我的房子 免费住你的房子啊免费住你的房子这个我觉得太 太有意思了啊这个人这个思维逻辑我是想不通的啊还没走向社会可能等走向社会就知道了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他的一个调用对进行调用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我现在识别的都是一些 什么看就说 电脑上打的字或是我们打印出来的字 但如果想要去实现一个手写字体呢 对有一些内容我并不是我用电脑打出来的如果用电脑打的话我肯定会有点子版本 但有一些内容可能是我手写的对手写的内容可没有什么 可以没有电子版对不对我手写了一份东西走手写来份手稿这个手法手稿内容我叫你去输入电子版对那这个内容太多的话你手打速度上跟不上我们直接用文字识别手写文字识别就可以了 那这个手写的文字识别我们可以来调用一下我现在我再写上一个字好吧 写上一个字叫做 ok我把我的字写完了写完之后呢我的这个字体有点丑但是我觉得还行对应该能识别出来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当前的这个识别内容模块这个模块下面把刚才的这个代码我给他 拷贝一份但是我不再用了 l选择用圆码当中的要注意我选择用这个圆码当中的哪个功能呢 哎用哪个功能 用我们的一个手写文字识别 在下面有一个手写文字识别 我们找一下这个手写的 手写文字识别在哪呢 划过去了是吧 手写文字识别手写字体识别 哎 我是不是给 划过去了太快了 你看有表格你们有表格也可以识别的表格也可以识别的 数字识别彩票识别名片识别哎找到了这个手写文字识别哎手写文字识别 然后我们把这个代码就把这个代码里面的这个函数给赶一下 就完了就可以了 吧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我们最好这个结果呢最好这个结果啊最最好这个结果我们进行一下提取 所以进行一下提取因为你可以看到地面打印出来这种是什么 哎这种格式叫啥 字典的对 原刀老师字典 哎 看起来像字典啊但知道你这你要知道这返回的这种数据格式叫啥 这种数据格式叫啥 json 能力吧json 但他看起来像字典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在返回的手在蕊腾这个结果的时候只提取我们的识别出来的文字内容 又是你的word 对哎文字返回的文字结果 后面的word单词 返回就行了 所以这行代码那你要进行个判断吧 首先你要判断一下当前图片里面有这个东西 哎有这个东西就是有这个键 能理解吗有这个键 如果有这个键那证明里面有汉字 有汉字的话我再去提取里面的内容 哎再进行提取里面的内容 而提取的内容我尽量要进进行什么 转换或者把它变成字符串 这我就不答 详细的去写了最基础的一个 字符串的一个教育函数 里面是我们说的便利 循环 取到里面的单词 第1个单词第2个单词第3个单词一个一个的去取 对一个一个的去取 然后取完 这个结果 我用return来进行返回 所以用return来进行返回 返回后当然这行代码 我就不用调用了 这行代码我就不用调用了 我因为我在这里面调用 我在这里面调用了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s 返回 返回值 我打印一下这个返回值就行了 那这行代码我就给大家 先清理掉 清理掉 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 整个程序 好吧 运行一下整个程序 同样道理 我还是要打开我的手机摄像头的ipip摄像头这个app 运行这个程序 OK 看到这个汉字的同学啊 看到这个汉字的同学 这四个字是我刚写的啊 字体有点丑 但是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识别出来吧 手写的字体 对一下胶 对一下胶 OK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软件他 就不是特别卡了 对我拍个照 OK 识别出来内容 首先你的图片当中有日期 对 然后后面有马克增算 这就识别出来内容 对 当然我可以再随机啊 再立马 我再去写一下 再去写一下 我现场再去写一些东西 再写个 呃这个我的字有点丑 但我不知道你们想写啥 你们有没有想写的东西 想写的东西 有没有自己想写的 清风最帅 OK 清风老师 我得把清风老师也给写上去 OK 现在就可以再来空格 清风真帅 他也能识别出来 对他也能识别出来 在旌旗 你再加上也可以 只要你这个字不是特别丑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你的字特别特别丑 比如说这种字 看啊 我在这个摄像头里面 还有这个字 这个字他就 说白了 我都不知道写的啥 对我都不知道写的啥 但是你这么拍的话 我觉得他 使别说出来 对 你看马克真帅马克真帅后面内容他就识别不了 他可能就认为是一个污点 污点数据污点数据 能不能把这个文字实施展示在窗口里边呢 可以的可以的 对你后面加上这个你学这个gui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识别结果放到你的这个界面当中 你识别的结果是啥 你放到里面 这个完全可以的啊完全可以的 只不过我没有实现的啊没有实现的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文字识别 当然你现在后期再去做比如说你要用你的手机拍一下 脸对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给大家 哎记不记得我刚才给到大家圆满啊 桌面上不是有个人脸 检测吗 这个圆满有没有找注意老师要到的或者说加注意老师的如果你加了注意老师的啊对加了注意老师的 这个注意老师的里的圆满对我把这个程序先给结束掉 也结束掉 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 他有一个性别检测的颜值检测打分的 你长多少长的好看不好看 比如说毛把这个 这 这我看一下他有多少份 我看一下这个 偶像多少份啊 看一下偶像多少份 对 男 22岁 69.18 我感觉我的图我的这个照片要放上去肯定要比68.19要高一些才68 对 换一张吧 换一个五眼祖 对 五眼祖照片其实跟马克老师长相差不多啊 长相差不多 看着这张脸就能想象到我的样子好吧 89 89 你可以把这个工具啊和我们刚才的这个功能实现连接起来 比如说现在这是传入图片对不对 选择现成的图片 那你也可以通过调用手机摄像头来自拍 对 通过摄像头来拍照 也可以 啊来拍照 对不对 哎那你就可以进行检测了 包括你如果马 有这种闲杂的手机 对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这个门口 也能够智能去识别人 对你把你的人脸数据 放到里边 一看是你的这个人 或者说 长得像你 哎五眼祖 往我家门口一过 哎门就开了 对门又开了 这很正常都可以实现